大家好,我是河馬,食品研發師 鍋物料理是我的最愛 往往一支鍋就能搞定一頓飯 比如用酸辣爽口的韓國泡菜 搭配上五花肉就是一道美味的韓式泡菜鍋 順道還可以用五花肉做一個韓式烤肉 先把五花肉切薄片 建議提前放冷凍凍一下會更好切 再把豆腐切小塊 大蔥白切斷備用 我們先來做泡菜鍋 鍋中加少許芝麻油 下一半五花肉 用小火煎至金黃 然後下大蔥段煸出香味 加泡菜 韓國辣醬快速翻炒 倒足量的溫水轉大火 還要下一把黃豆芽 黃豆芽要提前煮一會兒 才能更好的釋出豆芽的鮮甜 大火煮個兩到三分鐘後就可以下配料了 配料可以按個人喜好自由搭配 像豆腐、摩芋絲、年糕、香菇都可以 下鍋後煮五分鐘 出鍋前加適量的鹽整一下味 泡菜鍋就做好了 這是可以快速地醃一下肉 加鹽、料酒、生抽、蒜片、蜂蜜、黑胡椒、韓國辣醬 稍稍拌勻 烤肉中我還喜歡加一些水果一桶醃製 像菠蘿和蘋果 菠蘿中的梅能很好的軟化肉質 蘋果能給烤肉增添風味 拌勻後醃製十分鐘 然後可以烤了 如果是用電桃爐的話 我有個很好用的小技巧 取了兩張錫箔紙 像這樣擺四個邊折一下 再淋一點芝麻油 放上醃好的五花肉和菠蘿 用錫箔紙兜著直接放到電桃爐上 調到中火 不時用筷子翻一下 烤三分鐘即可 省力又方便 烤好的水果也相當入味 像這樣有菜有肉 就是美美的一餐啦 阿蘇 滴 滴 太乾了 到了